嘿 荒山野嶺 飞飞机喽 没有荒山野嶺啊 没有呗 这是一个一边的公园帽啊 嗨 我是可恩 看看我拿到了什么 刚刚最新发布的 DJI Mio 我堪称它哦 最便宜 最小 最轻 还有最容易用的一台无人机 这是谁都可以用 我一拿到哦 我可以直接飞哦 因为它只卖869块 我第二集都不用怕了 没有啦 是因为这一台机 它还有造了一个炸机防护 但是最重要的 我还是觉得因为它便宜 一千块不到 就是很适合想要try 但是又没有想要丢太多钱进去的人 买的 开机 开箱时间我拿到的是这个Flymore Combo 就是它最贵的一个靠产啊 其实它就只有两个价钱包 一个是869块 另外一个就是1500多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样子 有没有觉得超级无敌小 只有这么小而已 你看我的手掌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样子哦 很像Avatar吗 买不起Avatar 我希望买得起妞 其实拿上手有点像玩具啊 像玩具 真的很像 很轻啊 撞了Battery 这个是 如果没有Battery的话 它会更轻 无人机入门款 早还累了 最低门槛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它的RC 就是一个很传统 比较旧款一点的样子啦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所以它没有screen的 通常我们是有一个screen在这边的嘛 它没有咯 它就是靠这个后面的 这个 然后这边给你夹一个手机 然后就这样子 这个 remote 我没有试过用折叠机来飞飞机 哈哈哈 ok yeah canal app是吗 对 ok 连接了 这边忘记给你们讲 你看到这边有很多logo嘛 然后有一个button 其实咧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我们按这边 去切换不同的模式 之前我们要切换的时候 就可能就是要用RC 然后去setting那边调去换 那直接按这边就可以了 手就是可以拍到24mm 然后还有一个电子防抖的一个镜头 这个就是所谓的防护罩啦 我刚才讲的 你看它上下都已经保护住了的 所以就算撞击哦 也不会伤得它的papelo papelo 是叫papelo papelo papelo papelo是那个chocolate是吗 是不是chocolate 现在就来马上示范 到底我刚才讲的这个切换模式可以怎样用 先选一个模式 手动模式 ok 长按 手动模式 3 2 1 喔 就起飞了 很简单 就只要按个button它就飞了 平时你要起飞一个无人机哦 我们都是要在那个Joystick那边这样子往内推 但是现在不用了 小姐你要怎样拿出来呗 好像抓动物这样子耶 用它轻轻抓不住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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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以为用手抓是很恐怖的 它会打到我的手了 后面我发现 它盖住了吗 它打不到我的手吗 看了我们的飞行画面之后呢 其实我自己这边也整理了几个关于这台900块都不到的DJI Neo的一些特点啊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真的很小很轻 它是DJI目前最小最轻的无人机 它整个只有135g吧 所以就是说 你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我刚才也是有讲到它是做了一个全封闭式的保护罩嘛 其实是可以拆下来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换奖的时候哦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上来 就是扣上扣下不了 就可以开出来了 那说这个保护罩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飞行的时候呢 你装到它也没有这样容易坏 然后它飞的时候也会更稳定 其实无人飞机的人都懂 飞飞机最怕的不是装束 是装小鸟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刚才也讲过 它可以在我手掌上面起飞跟降落 起飞我们刚才test了嘛 降落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抓住转过来嘛 这样到底可不可以在手上面 慢慢让它的下来呢 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现在试发一次 我发现干嘛不用推 我放手它就会下来了 我该做到腿哦 第三点 不用RC都可以拍摄 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RC丢在一边 不要管它了 当我没有这个东西 咦?我就直接用手机去连接 连接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切换这边的不同模式 比如说我直接切换到Follow Cam 打它起飞它就会跟着我 我就可以用手机实时去录音 当成自己在拍Vlog 这样子 OK看到我了 精准投放 那现在是Follow Cam的模式啊 按Start 3 2 1 OK现在开始拍了 它就会开始跟着我 现在我就打开录音模式 它就会跟着我吧 有吗有吗 整个感觉咧 就好像我在拍这一个Vlog 有人在拿着相机追着我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其实它锁定的很好耶 我现在一直都看到它在追着我 那个框框 它S型 好圈圈 还追着挺好的 冲 你不要了 好彩琴的鸡 如果我在你中间穿过 会不会变成Follow我啊 那你试看 你不要动 那你要动我了 它追我 让我躲你后面看 它知道你耶 OK再LAND 真的很容易上手 你还只想要trap完无人机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你第一台 我觉得这个更劲的一个地方是 哇 你是可以单手放无人机 诶对耶 我播回我刚刚拍的那个video 我发现哦 它连那个无人机 不是会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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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然后包括你也可以用DJI Goggles 3的第四角控制 主要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 另外也跟大家讲讲 它可以拍到4K 30fps的影片 还有四级抗风能力 所以拍出来的画面也算是蛮稳蛮轻的啦 那这个DJI App除了可以用来控制 也可以用来preview或者是快速edit的 讲话有卖点它这么小 当然也是有缺点的啦 我就整理了几个啦 所以你们在买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电池方面啦 你看它这样小 这样轻 这样kawai 所以它的电池只有1435毫安 刚好我们自己实际飞起来 其实也就是15分钟左右啦 所以for your reference mini 4 Pro可以飞半个小时 它就可以飞15分钟哦 第二点就是它的抗风能力 我刚才有讲到4级罢了 mini 4 Pro有5级 所以你们就不要在这样大风的地方飞啦 哇 这样大的啊 撑不住了 长局啊 亨台 很顽强耶 喂 它对风跳一样 让我看到人生的意义 就是要不停的努力跟坚持不懈 第三点就是它没有避障功能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我可以用手借 可以用手起飞 normally有避障功能的话呢 我一伸手 它看到有东西它就飞走了 有好有坏啦 第五个就是飞行时间跟飞行高度啦 因为它又小啦 又轻啦 所以它只可以飞15分钟嘛 另外就是它可以飞多高呢 120米 然后可以飞7km 没有很高 价钱单单飞机869再加一个 battery 所以如果是Flymore Combo的话呢 就是1529 三个 battery再加一个charging hop 总结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刚才我讲的那个缺点哦 在这个价钱869块上面 它根本就不是缺点 它直接全部变优点了 它很适合不会玩 dron那是又想要try的人 因为你用一个800多块买一个dron哦 你可以算是一个 尖开始的一个东西 但你真的是学会用了啦 你就可以把它换去更高阶的dron了 总之一句话 新手的话 买它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解释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